长大医院心脏外科林性体外循环技术师上周涉嫌在开刀房刺伤陈姓同事,行凶动机一位受到职场霸凌,但左右同事爆出其实是林欺负新人,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今天下午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凤出面受访,指出除了先前提供一段五分钟的林与心脏外科主任的对话之外,还有另一段长达一小时42分的音道,内容都是主任希望林自行离职的对话。 陈玉凤说,林性体巡师曾向家属表达最近工作上的事情求主无门,家人进一步询问发生什么事,他则简单回说,还好,但是很累。 林分别在9月12日录下与心脏外科主任的谈话录音,时间长达一小时42分。 陈玉凤指,该段录音内容由主任说你要不要去问外科部有没有什么缺,你真的没有考虑其他医院吗? 其他医院比较适合你,后来提及你北荣不是要去,你后来才知道可以商调,我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那个都要院长盖章,没有盖章也不行,你可以结算你的年资,去发展第二春。 陈玉凤说,林难回应,我离退休还有点久,我不希望这样,主任则建议你可以投考其他工职,例如社工也不错,薪水也不错,林说,那离我太远了,而且我也不适合,薪水太低。 另外,9月28日案发当天上午8时47分,林又录下与主任的一段5分钟谈话,主要是找Penny指代的问题,也就是先前陈玉凤所提供的录音道。 陈玉凤说,案发后,林在9点半传这个音当给家人,并说他伤人了,去警局自首。 陈玉凤说,当天柔道社教练有道警局看林,林向教练说他错了,他醒来发现自己错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对此,成大医院尚未出面回应。 成一稍早发出声明稿表示,目前成大医院以医职业安全卫生法,组成调查小组全面深入离清中,会并人到关怀,对于两造双方给予妥适的照护和协助,成大医院在友善职场仍有努力空间,承诺会持续努力,营造一个让员工无忧,并有安心的环境。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理事长陈玉凤金出面指控,成大医院职员设职场霸凌。 记者郑维珍摄影。 分享。 成大医院林性体外循环技术师,中,设刺伤陈性同事。 记者郑维珍翻社。 分享。